人生当中就两件事情不能控制 一个就含 另外一个就婚姻 因为太重要的事情 就不要太多人决定 找个重要几个律师 会计师 然后还有一个Mental 你就一定有一个Mental 你Mental就是小燕姐 然后大概就OK了 法院调解完之后一起讲 他没有闹脾气 小的不理我 小的不理我两年 小的不知道原因 大都知道 我说我看最多脸色 就是我儿子的脸色 旁白哥帮我张青芳离婚 和小儿子冷战两年 我看最多的就是他们的脸色 你看他现在在纽约 我刚刚送他去 我跟他吃完晚饭 他马上就要急着回去上课 因为明天早上9点钟 就要到学校 我住在中层 他在下层 所以你会发现 我跟他吃饭玩饭之后 他就匆匆忙忙就要跑 他到时候你看都是他的背影 对 真的 我还今天不错 还看到彻影 是威武的单亲妈 张青芳回来了 他为3月2号星期六 高雄巨蛋演唱会返台 与认识40多年的 干戈王伟中抬杠 一群朋友说 你干嘛要做这事情 别了吧 都五十几岁了 不要唱了 不要唱了 我们以前要到高雄 没有高铁 就觉得好像出国一样 高雄对我来讲 都是一个蛮 蛮有情感的地方 所以我每一次发片 或者演唱会 都会去高雄一趟 那时候也是有什么 爸爸生病的人 要赚钱 那个时候最快的方式 只有做秀 每个礼拜是Cash 那时候医院没有健保 一个礼拜就是11万 Cash is king 就又嫁了 又在国外 所以就变成完全是做一个家庭组 你常会忘记说 你自己以前是歌手 你会忘记 我会 尤其我在拿行李的时候 没有助理啊 你要赶快自己拿 我就可以有两次的机会 在机场 不同的机场 国际机场 碰到小猪 我真的 对 他都帮我拿行李 所以我对他印象 超级好 不管他做了什么事 他是可以拿行李 去挡到一些人 撇开这个COVID的关系 还有我自己事件的关系 总觉得 这个七年过得好久 好像一个世纪 就像我的天父啊 我的爸爸很早 走得很早 所以好像没得商量的人 我们这个行业 要讲事情又很难 要怕对方 会不会讲出去 会不会结外生枝 你自己化的妆 对 上你节目 开头感动的时候 有一票睫毛掉下来 真的啊 就是自己 就省钱的结果 掉哪 没关系 你都装黑的 我哪知道 把面子放得太重要 不要觉得丢脸啊 或者是不好说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你会跟别人商量 你要做决定吗 还是自己有些决定 很少的商量 因为太重要的事情 就不要太多人决定 找个重要几个律师 会计师 这些 然后还有一个Mental 你一定有一个Mental 你Mental就小燕姐 对啊 然后大概就OK了 人生当中就两件事情 不能控制 一个就喊 另外一个就婚 他没有闹脾气 小的不理我 小的不理我两人 小的不知道原因 大都知道 我说我看最多脸色 就是我儿子的脸色 时间慢慢到了 他也大了 他也发现妈妈的环境 还有阿嬷在住 所以来我这边 他也觉得很有爱 很有感情 三立娱乐新闻 真的是会在激情过后 分析自己也报道